恭喜恭喜新年好 大家都在银财神 究竟到底是哪一天才是银财神的日子呢 不实话我也不清楚 有人呢是在大名初语的时候银财神 就说接神了 这是财神道语 那也有人说是大名初语银财神 迎接了赵王语就是接了财神了 也有人说是大名初语银财神 就是说万象齐聚在此 开宫大吉银财神 也有人说是七月二十二日才是财神节 这天才是银财神的日子 朋友们你们都在哪一天银财神呢 台北的弟弟们还是一来一样 大名初一就去庙里面拜拜了 大家都去庙里面拜拜 不是只有他哦 看到这么多人到庙里来 都是祈求平安发大财 发大财呀发大财 是谁都喜欢的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 人山人海 就可以知道 大家都不会举一切 就为了要发大财 家人们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呢 那年初一的时候 弟弟去的是淡水的福吉天元宫 他可是接了大屯三的地脉哦 就是在1972年的时候 大殿神圣的正式开关安住 在这几年的时候 他更是流行哦 因为他里面 除了大殿的正神以外 还是有着财神院 你看到吗 这么多尊的财神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信众 前来祈祷 希望得到财神的加持哦 那也是有拜财神的地方 比较知名的就是预言里面的财神殿 这里可是初一的凌晨就开始 很多的人哦 也是人几人 我去过一次 哇都不用自己走路 是被人家推着走啊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 可能不会那么多人吧 也会有所管制的 真的是人山人海啊 比现在看到的天员工人还要多 当然因为大陆的人多啊 大年初五的凌晨 整个朋友圈都炸锅了 大家都在赢财神 接财神 家人们 你们也赢财神了吗 财神到了 赶快去迎接他哦 恭喜发大财